离散30年的亲情重逢重圆了 马来西亚一位年迈的老母亲 带着两名有精神障碍的子女流落街头 通过了民众以及警方提报给慈悸 联系上了老妇人在新加坡的哥哥 也就是画面上这一位先生 老兄妹晚年相逢 志工也持续地协助母子三人 安置到了医疗相关机构 免去了参丰露宿 人生有了依靠 从新加坡来到马来西亚 林延坤这一趟不是旅行 在志工的穿真影卸下 他专程来马 探望失联近30年的妹妹和外甥 我现在在这里 在这个座位里 我怕人来历我去 我不敢了 我不要来历我 在新加坡 新加坡的世界人跟我说 不是很厉害 但我跟第二个人来历我 在这里 你会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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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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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1月 林延坤的妹妹林茉莉 带着两名精神异常的子女流浪街头 透过民众提报 辗转到慈激雪龙分会 志工马上前往关怀 莫莉莉那时候 我们见她的时候 她有这个病叫 Dimension 所以她是Memory Loss 我们问她 你从哪里来 她连自己的名字 她都不懂 那么她女儿 又不出声 你坐她左边 她看右 你坐她右边 她就看左 所以她都不踩我们 然后她的儿子 完全是不会讲话 那一种 志工四处奔走询问 终于找到合适的老人院 安顿林茉莉和儿子 但女儿却因为精神异常程度严重 住进精神療養院 一家三口被迫分离 我对她的儿子 她都不错了 因为我们都在一起 有三个人 经过半年 定期服药的女儿 精神状况逐渐稳定 林茉莉终于盼到 能和子女同住 如今院长也破例 让林茉莉母子 住进精神療養院 我们没有保障 就跟家庭同住 现在是第一个状态 现在的挑战 你会看到 孙子在外面 母子在外面 他们需要有时间 让他们在一起 我们必须帮助他们 因为我们在这一家 所以我们也想做 一家人终于团聚 为人母的林茉莉 这才享受到踏实的幸福 大爱新闻 球晚景林志勇 马来西亚报道